众所周知啊 转回期的LPL 那可是最能憋的 今年更是不例外 眼看转回期马上完事了 维基上LPL战队的数据 竟然还是这样的 但咱们根据之前的爆料 还是能把各队阵容 开个大概 话不多说 我直接来一波汇总 EDG方面 冠军选手5人 全部取约 无人离队 要我拿了冠军 我也不离队 但教练就不一样了 教练逐开加入NG 准备培养下一个冠军队 别说了 S12剑指了兄弟们 NG方面呢 抛屁教练加入LNG 小明已经续约 小虎有可能换回中路 因为酷宝即将离队 准备加入FUNPLUS 但也说不好 如果能买到好的中单 那明年还是淘浦虎 NICE 淘浦这边没大变化 夺手确认留队 只有369一人独行 去着京东 而杜姆公爵 极有可能换到这边来 FUNPLUS这边就不太乐观 除了大聪明和替补 全员离队 辅助刘青松加入BLG 硬币哥加入LNG 小天去W视讯 据说效果还不错 还有就是上边说的 酷宝马上来打中单了 赵单首发选手 则成了替补小老虎 那么问题来了 小虎跟小老虎 谁更老 IG方面情况也不太乐观 基本也是全员离队 首先晒哥 据说已经被WG抢到 WG是老一个 没错 就是微博gaming 前身苏宁把队卖了 看来WG确实太大气粗 怪不得能牵晒哥 而且听说肉鸡也在犹豫之中 要么跟随晒哥 要么留队自闭 但我估计前者可能性大 可能回来打吗 不可能 李宁这边呢 也说的差不多了 除了硬币哥和抛臂教练的加入 阿乐已经续约 京东招牌辅助绿毛 也已经加入 最后呢就是本身的压轴战队 BLG 排打气粗 可不是浪的虚名 请神付出就不多提了 买了王牌辅助刘青松 买了PSG下路导狗 还想再买呼吸哥 甚至连晒哥都想抢上一抢 这豪门战队 你怎么顶啊